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它所有的Vertices 所有的Edge 所有的Cells 但这还不够 我们说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记录 因为我们在后续的算法中可能需要做更深入 更特殊的一些查找 比如说我们可能需要从某一个顶点要查到某一条边 也可能从某一条边要查到某一张面 也可能要从某一张面找到一个点等等 我们因此需要把这种所谓的关联关系 Incidence 记录下来 另外我们在很多场合下还需要有这样一对相似相仿的操作 它们都是以便利的形式给出来的 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张像Vernoy图这样的Subdivision 我们都需要沿着某一个顶点 找出与它关联的所有的边 将它们逐一的每举出来 另一些时候我们又需要关注某一张特定的面 我们需要将围成这张面在它边界上的所有的边 依次的也每举出来 这些要求相应来说已经更为高级了 那么好消息是 所有这些便利不仅是可以实现的 而且可以非常高效的实现 具体来说 这些便利的过程所需要的时间成本 可以做到与它的输出的数量成正比 换而言之 在每一次每举上 我们所花的时间都可以控制在常数 而为此 我们所需要借助的是一种非常基本 也非常重要的数据结构 叫做D-C-E-L 说D-C-E-L